哈喽 今天要来带大家看更多IRIS 17你还不知道的新功能 在上一集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的功能了 但是其实还有非常多我们还没有讲到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就是Siri的改版 但是其实就只是小改而已 就是之后要呼叫Siri只需要讲Siri这个字就可以了 那至于Hey Siri他们还是会保留 那目前这个功能还没有加到测试版里面 所以今天还没有办法示范给大家看 所以就是看之后的更新会不会扎进来啰 然后呢这一次IRIS 17也有一个全新的内建APP叫做日记 就是之前其实我们都已经有提过这个新的日记APP 那在开发者大会上面他们展示的这个日记APP 里面就是包含有例如说照片的回忆功能 或者是定位记录可以去抓说你今天去了哪些地方 那在日记APP里面呢 他就直接帮你搜集好这些资料 然后你只要打字就可以了 就是例如说可以针对你今天去做了哪些事情 你就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另外他也可以建议你一些写作的内容 然后你就可以按照他的主题去延伸这样子 好那下一个呢是在健康APP里面 现在有多出了心理健康的功能 就是我们看到浏览这个选单里面呢 有一个心理安康的选项 点进来之后呢他就可以让你选择说 你现在想要记录你的情绪是怎样 或者是说你可以总结一下你今天整个感受 例如说我现在想要记录我当下的情绪的话呢 我就可以点进来他里面这边有一个水波状 当我去调整的时候呢他就会跟着变化 就非常的漂亮有没有 就是说我现在非常愉快的话 他就会变成一朵黄色的花 不开心的话他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比较尖锐哦 那假设说我现在愉快 然后呢他这边里面就有更多的选项 假设我现在感觉非常的 兴奋然后完成 然后我还可以选择说对我影响情绪的这些分子哦 例如说我觉得说我的家人让我很愉快啊 还是什么东西让我很烦躁啊 这边都可以选择 或者是其他的情境呢 你在这边也可以补充 然后这边呢你也可以排成记录你自己的情绪哦 就是还蛮贴心的哦 那用这个方法呢 例如说你觉得你最近非常的烦躁很心烦啊 或者是你想要记录一下你整体情绪的变化 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记录一下 我觉得会还蛮有帮助的啦 就是每天定时的去记录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你情绪的奏向是如何 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也是非常重要的Safari哦 Safari点进去呢 你会发现现在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哦 例如说我们在这个网址往上滑的这个界面呢 现在这个标签页下面有一点不一样了 有没有 例如说我们现在往右滑就可以直接进到私密浏览 然后私密浏览现在也有一个上锁的功能哦 就是一定要解锁它才可以看到里面的私密内容 那用这个方法呢 就是可以避免说有人借了你的手机 然后看到一些不爱看的东西哦 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下面的选单呢 多出了一个按键 这个按键是什么呢 那除了有标签页之外呢 然后下面这个标签页群组是去年新增的功能哦 然后再下一个这边有一个个人档案 那这个个人档案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现在我们点进去看到了一个工作跟生活嘛 那这个是我自己设定的 那这个个人档案我觉得还蛮像之前的专注模式的切换的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情境不一样 就可以使用不一样的个人档案 或者是说你今天是多人共用一台装置的话 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哦 例如说你们很多人共用一台电脑的话呢 在Mac上面之后应该也会有这个功能这样 那在哪里建立这个个人档案呢 就是在设定里面 设定里面我们去找到Safari 再往下滑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个个人档案的视窗 我们就可以新增个人档案哦 然后里面呢就可以选择不同的图标 还有颜色来帮它建档 那我自己个人用过之后 我觉得这个个人档案一个人不太好用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要切换工作 或者是生活的视窗的话呢 我觉得标签页群组就非常好用了 因为这个个人档案它有点像是切换 例如说电脑上面的使用者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会完全看不到 另外一个人看了什么东西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可能会在电脑上 或是iPad上面会比较好用 再来下一个呢 要讲到这次iOS17 我最喜欢的一个新功能哦 虽然这也没什么 就是多重计时器啦 就是之前我们的计时器 不是就只能设定一个吗 那现在呢在这个界面就是可以看到 你可以同时设定非常多个计时器在跑 然后它下面呢 可以重复取用你之前已经设定过的时间点 所以算是一个小巧 而且我觉得蛮实用的功能 那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地图APP 现在可以下载地图啰 这功能呢 我记得我10年前Google上面就有用过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新功能哦 首先我们打开地图之后呢 按一下我们自己的名字 里面呢就有一个离线地图 这边我们就可以下载地图啰 例如说我现在选择了台北市 然后我就可以去选择大小 然后这边就可以下载 那这个功能会非常好用的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出去玩啊 然后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你怕网路临时断掉之类的 就可以先把这个地图先下载下来 就会非常好用 然后再下一个我们讲到CarPlay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去年R16的CarPlay 其实算是一个大改哦 但其实到现在那CarPlay都还没有出来 那去年的CarPlay 其实主打的就是针对每一台的车型呢 去规划它里面的功能 就是从CarPlay你就可以操控整个车体 那最新的消息呢是说搭载这款CarPlay的车子呢 最快会在今年底推出 所以就是还蛮其他那款CarPlay 会长什么样子的感觉会非常好用 再下一个我们来讲到一个超酷的功能 就是辅助使用现在可以模仿你的声音 是不是超级恐怖的 首先我们看到设定里面哦 设定里面呢我们去找到辅助使用 辅助使用呢我们往下滑 这边有一个个人声音有没有 点进去 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我们自己的声音 那总共需要花费一个小时 然后你必须要朗读它指定给你的句子 那大家都知道现在这种生存式的内容非常的夯哦 然后苹果呢可以说是一间 比较注重个人隐私的公司哦 所以他们所有就是运算的部分 都是在手机上面完成的 所以才会花那么久的时间 那上面呢就是说使用这个个人声音 可以在Facetime啊电话啊 或是辅助使用的时候都可以使用到这个声音哦 然后我们来设定看看那这边呢他就说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然后讲话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你的音调啊 不要胡大胡小 这样那现在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上面还不能选择语言哦 就是预设就是英文这样子 然后他这边会检查说你现在环境噪音大不大 然后我自己有试过呢直接开始录 然后他会给你非常多的英文句子 然后你就要照念 然后念完15分钟之后他就会手机上面开始去生成你自己的声音 然后以后就会有一个你自己的声音库在手机上面 那之后可能就是可以运用在 例如说Facetime啊或是童话之类的 这真的超级酷的 那除了生成声音之外呢 现在放大镜也可以辨识物品跟人物之类的 首先我们打开放大镜 然后里面呢我们先打开设定 这边我们要把这个侦测模式加到上面来 然后按完成 然后下面呢你们就会看到这个侦测模式的按钮 点下去之后呢 他这边可以选择说你现在想要侦测 哪一些内容 例如说你想要侦测人啊 还是说你希望他讲出现在画面上有哪些东西 或者是文字侦测 或者是这个功能是指着字 他就会念出那个字这样 然后我觉得他还蛮好玩的 就是今天他看到什么东西 他就会显示在萤幕上面 或者是你可以指定他念出来 他现在看到什么东西这样子 就是辅助一些可能视障者去辨识现在周围的环境这样 那这个侦测模式呢 我自己用过是他有一点盾 因为他其实就是要随时的去辨识他周围的环境 所以就是真的还蛮卡的这样子 不过因为现在也还在测试版 所以就是不知道他到时候真的出来会变得比较好用 然后下一个是我觉得这一次还蛮好用的一个功能 就是现在备忘录可以编辑PDF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备忘录上面这个PDF呢 我就是可以显示多页 去切换页面 然后我们可以在上面做标记啊 或者是打字之类的 那在开发者大会上面他们其实有展示一个功能 就是他可以自动侦测哪边有格子是可以填写的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执行这个功能 所以就是看之后他们有没有新增功能这样子 如果他可以辨识表格的话我会觉得非常的好用 所以就是一个还蛮好用就是时不时会用到的一个功能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iOS17主要的新功能 那之后呢他们应该也会把一些细节的部分再补上 好那之后呢如果有任何的更新啊 或是iOS16的更新呢 我也会及时的做影片上来跟大家报告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